主席 行政长官发表任来第二份施政报告 主题是坚定前行 言点希望 民建联对施政报告的评价是 描画未来 决心可加 细心聆听 行之有道 总体来说 报告的重点在于 欧画未来的土地供应蓝图 聚焦于土地开拓以至完善置业阶梯上 民建联表示支持 事实上普遍市民期望 今届政府要在土地开发上有所作为 让市民见到政府在增加土地供应上的决心和魄力 而由于开拓土地的过程 以至实施其他政策细项的过程当中 必定会遇到很多挑战 包括和既得利益者抗争 包括反对派为反而反 也需要照顾很多受影响的持份者 特别是渔民 环保人士的关注 所以政府必须细心聆听 行之有道 以争取广大市民的认同 主席 先讲今次报告的重点 明日大于 这个填海造地计划 引起了社会广泛讨论 民建联认同香港现时非常缺乏土地 无论在经济发展 住屋 交通 安劳 以至市民的民喻 康乐上都需要大量的土地 而明日大于 透过离岸填海造地 做法值得肯定 主席回应疑虑是必须的 但部分别有用心的人 他们妖魔化明日大于 有些更加夸大填海的开支数 甚至制造中港矛盾 上纲上线 夸张地说会用完香港的储备 这些说法明显是误道 也只是为反对而反对 首先人工赌计划是20年 所以有关的开支 平均每年大约是数百亿元 这个数额相比起 现在每年的基建开支 以至政府我们有的储备 其实绝非无法应付 更加不能够说会花光 同时我们说的时候 也不能够只说开支 而不看收入 造地本身能够创造巨大的价值 而且这个价值都未计算 因为造地而带来的商业 或者其他的效益 主席 妖魔化填海造地 实质就是要再拖政府的后退 其实聪明的市民只要想一想 如果香港长期被房屋土地问题 继续困扰 市民怨气继续累积 社会停滞发展 受害的是谁呢 得益的又是谁呢 主席 明日大雨是长远的土地供应 政府需要思考长远 但是也更加逼切需要解决市民的延迷之急 所以社会其实都是希望政府 都要提一些短中期的土地供应 以满足市民上楼的要求 主席 这份施政报告 除了明日大雨之外 也都有其他拓展土地的建议 收回限制土地 善用工业村 新界棕地 和旧区 农地等等的建议 这部分我留下 我其他的成员 在相关的环节提及 而旧区重建 也是解决房屋问题的一大方法 也是市民期望的 但是可惜政府对于旧区重建 在过去一段时间 都没有全盘规划 只是逐栋楼收 这种单栋的发展模式 其实无办法兼顾 整区的规划 也都不能够比较切实地 改善旧区的环境 另一方面 市民也都期望 政府其实可以启动 旧村重建 但是施政报告 也都没有详细去提及 我也都希望 在相关环节 政府可以回应